我們持續問你手握在這個北檢外的這個最新消息喔 那我們可以知道剛剛的最新狀況是說 這柯文哲的肌壓庭已經結束了 那麼大約在11點15分的時候 洪震生會繼續來審理他的肌壓庭 那我們可以知道在接下來現在外面的這些小草們 是持續的在來等候柯文哲整個結果 那我們可以知道其實如果說今天啊 這個結果他們是會繼續在外面等 那我們可以知道在未晚的時候 其實人越來越多了 那麼其實已經站到對面的這個馬路上 而且啊這個警方也是加強的警力要來部署 就是怕說這個小草們會有一些情緒上的波動喔 那我們可以知道現在越晚的時候 其實包含說民眾黨的這個黨公職 都繼續來這邊陪小草們一起等候整個肌壓庭的結果 那我們知道剛剛稍早的時候 其實這個立委陳周子啊就透露說 他昨天晚上其實有傳訊息給總統賴清德 希望賴清德他可以公平公正的對待柯文哲 沒想到剛才這個總統府也發聲明了 他們說啊其實總統的這個個人手機已經停用很久了 所以呢並沒有接受到這樣的陳昭之的訊息 不過剛才陳昭之就是很斬釘截鐵的說 他說啦那個賴清德一定有看到喔 因此啊他剛才也在發言的時候也是情緒 非常激動 那麼剛剛小草這邊的狀況是 除了有這個手機登海之外 來為這個科威者聲援之外 其實剛剛也有是指著來舉這個科威的大旗 就是希望今天甚至到凌晨的時候 是可以等到科威回家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